它是可以去污的一种很好用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微波炉 一旦用久了 它会留下难以清除的污渍 那么用柠檬汁有用吗 的确把柠檬汁放进微波炉加热 的确可以清除污渍 轻轻一按热腾腾的食物马上出来 但微波炉使用久了 总是会留下难以清除的污渍 有人就提出了说 柠檬可以有效地去除微波炉里的污渍 我们都知道柠檬是纯天然食品 如果说它既能够去除微波炉里的污渍 我们又可以不用担心有化学残留 那到底它有没有这么好的功效呢 马上献挤两颗柠檬到碗里 随后加入200毫升的清水稀释 之后把装有柠檬汁的碗 直接放入微波炉 微波加热五分钟 叮咚时间到了 不要马上将微波炉打开 等待一分钟 这一分钟是为了能够让柠檬的水汽 能够均匀地分布在微波炉的内壁上 然后再用世毛巾擦 看看能不能擦掉这些顽固的污渍 将柠檬水微波加热五分钟 等待一分钟 取出柠檬水后 准备一般的世毛巾擦啊擦 哇 好好用哦 哇 我都能感到上面有很多的 你看 丝毫不费一点力气 好了 怎么样 干净吗 微波炉内的污渍马上被擦除干净 微波炉就像是全新的一样 我们都知道微波炉里的污渍呢 大部分都是油脂等多种有机化合物 对吧 而柠檬呢是富含柠檬酸的 所以柠檬水 专家指出柠檬水能够去除污渍的原理 在于柠檬里的柠檬酸 透过柠檬水在微波炉里加热挥发后 使得柠檬酸均匀地附着在微波炉内 而污渍在酸性的条件下 油脂会产生水解的反应 这时只要准备一条湿抹布 就能轻松将物质查处 运用生活的智慧 婆婆妈妈们做起家事 也更有效率了 多的你看